社会管理系统 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台大关于社会管理系统 DIMS的一个解决方案 今天的agenda 我会先针对现在社会管理的现况 跟大家说明一下 以及目前产业对社会管理的挑战跟痛点 再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导致案例 我们怎么样帮助客户 解决他们在社会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 以及效益 最后会说明一下我们DIMS设备管理系统 它具备哪些特色功能 它可以协助业者去解决这些痛点 然后跟大家一一做介绍 好 首先我先用这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设备管理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家大型的加工厂的厂长 厂中有很多的设备 这些都是你的身材工具 我相信你一定会对你的设备爱护有加 保养工作做好做满 包括像小保养大保养甚至是税修 你的流程不外乎是 你会派发工单给你的作业员 他会知道说今天要做的保养项目 然后一个一个逐步去检查 检查过程当中 OK就给过 万一碰到有异常的状况 我们再去做问题的排除 最后把检查的结果几乎下来 就归档 这样做法 其实乍天没什么问题 可是在实物上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好 第一个 就是当你要管理设备 要很多的时候 甚至他牵涉到很多的产线 多个工厂的时候 你整个的排程作业 就会超级的复杂 你要怎么样安排 才会最省你的能力呢 万一你的频率太低 检查不到位 太高 又会变成过度保养 这其实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是你要检查的设备 有一两百台 有没有可能你的作业员 他随便检查几台 那其他设备 他避典金给他欧帕 那半小时就速速检查完毕 那搞不好你还会夸奖他说 哇这效率好高 那其实内心在偷笑 所以你要如何落实你的检查作业 来避免这个状况发生 那再来是当检查到有问题了 那你有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判断 他的问题的严重程度 小问题你可以马上解决 大问题再做教设教修 而不是说你不管发什么事情 你都要去请人去帮忙去做检查 这样其实很浪费能力的 好那最后一般的传厂都是拿资本作业 然后输入到你的Excel 那就说我已经做数位化了 其实你只是单纯的打你的这个资料 存档结束就这样没有了 那你并没有把其中的数据 有系统给他累积下来成为一个数位资产 去做一些分析跟决策 那这些数据呢其实是可以很有价值的 结果都被白白浪费掉 以后碰到一样问题 你还是会用一样的方式去解决 甚至会更糟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这边就带出设备管理的一个重要性 如果有一套软体 可以协助你去做系统化的设备管理 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解决 刚刚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那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现在我们一般的设备管理活动 类型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个就是最传统做法 就是所谓的伺候诸葛 就是说等到机具设备出现的故障 甚至是停机 我才会采取维修检查的动作 那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做法 再来预防保养 就是我可以做设备的定期保养工作 简单就是设备的健康检查 例如说我可以做设备的日常保养 机构润滑 油气压力的检查 或者是我会有年度的定期保养计划 去进行设备一些重要的机构 或是元件去做更换 去检查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在发生异常前 及早发现问题的所在 然后赶快去处理它 预知保养就是我可以更进一步的 利用各种量测技术去探知各种数据 那我就能准确的掌握设备的健康状态 这样一个好处就是 我可以透过数据的及时分析 你就可以在机台 出现一点点小症状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即的得知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及时的做处理 去排定你的维修计划 那避免它的问题会扩大会恶化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 我是不是就可以延长机台的寿命 然后让它长保青春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它生产产品的品质 也会更加的稳定 那感染保养者就说我可以把所有这些不良问题 回馈统整去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在制作新设备时候 就可以排除掉这些旧设备的一些所有不良问题 那我就可以直接减少它的损坏因子 去降低我的整个一个保养的总量 好OK 那我们回到工厂 那对于工厂而言的话 他们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那其实我刚刚都有偷偷点出来 好在整个场域端来说 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的设备何时会发生异常 又或者是说呢 我的设备要坏不坏造成生产品质的不稳定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要修呢 还是继续让它撑下去 那不然的话我们也不能天天放乖乖给它吃 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个监控的系统 或者是资料的反馈去找出趋势 那我就可以掌握机台的健康状态 可以去知道说设备问题的症结点 那我就可以做正确的排除异常的一个动作 让机台效率最大化 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进一步的避免它无预警 意外停进的一个可能性 那它以及它所带的一个损失 这个呢其实工厂管理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那损失的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包括这个直接损失跟这个接线损失的部分 好因为 例如说当你机台停机了 那你就无法生产产品给你的客户 这些损失呢都是最直接冲击 甚至于说呢 你还可能会面临到这个订单预期的问题 好你就会有违约金的部分 好慢一天就会开始罚钱嘛 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会造成企业生育的影响 甚至呢会失去订单 那这些损失其实都是难以估计的 OK 好 那 而我们这边列出的话是我们在跟客户讨论过程当中 他们在设备管理方面 有几个最痛的点 他们非常非常想要去改善的地方 包括说你的设备资料 因为没有做好系统化的整理 他没有办法做后续的分析 例如说你想要知道哪个设备是故障的高风险群 这个你都没有去回答他 那再来是你的保养工作 怎么样确实的做好你的每一项工作计划 如果没有好好落实 那会造成维保的品质不好 甚至呢都会有一些公安问题的一个隐忧 OK 再来就是你无法知道设备的健康状态 什么时候会突然不乖 所以没有办法事先的去做你的维修的计划 再来是呢你没有一个全面的直觉可视化的一个管理平台 你很难一次去掌握整个工厂的一个生产的运落状况 最后呢是当你导入到一个系统之后 你如果想要再去扩充其他的方选 那往往因为他们的架构环境没有统一 那你还会需要花更多力气去做克制 去做整合 让两个系统可以去做互通 这无形之中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几个呢 其实都是客户非常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再来呢我会先用一个案例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导入的过程当中解决了客户哪些痛点 产生哪些效益 那在这个我们所接触这产业呢 它是一个半导体的制造的一个厂商 他们员工的规模大概有300多个人 设备呢有160几台的这个设备 那他们的问题跟需求 简单来讲他们设备的种类比较繁杂 排成不易 而且呢他们都是资本作业的一个模式 完全依赖人工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抄写粗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保养的维修工作 其实是很难去落实的 那也因为缺少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 所以你根本不晓得设备的问题点在哪里 那我们的产品导入之后呢 大致来说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界面 可以把维保作业标准化 那我们订好一些规范 那人员就可以依循我们系统的SOP去执行它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维护工作 那再来是我们可以透过系统 把这些数据系统化相识记录下来 那我就可以做设备过往的履历啦 历程啦 通常都可以把它记下来 那如果我要查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也可以从系统中很快拉到资料 去快速协助人员去解决问题 那我们有透过这个基连的一个资讯的串联 一些标准的规范 那我们就可以即时收到设备的状态 就可以去掌握它生产的这个节拍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透过统一的一个界面去运作 它就可以快速做部署 那你只要打开浏览器或是你的行动装置 那你就可以很快去做到你想要的一些使用情境 就可以去提高你整个资源的一个使用的效率 那以上呢 这是我们导入EMS之后 对客户带来的一个效益的说明 好 那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以及我们如何解决 我刚刚所提到那几个痛点 好 那首先这边秀的是我们DIEMS的一个of-all的一个picture 它是一个针对工厂设备维护管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它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就像我刚刚有说的 它可以确保设备的一个最佳的运行状态 它可以进一步的延长设备的寿命 然后去降低你的运营的成本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诉求几个核心的功能 首先呢它可以透过btca 这样一个系统系统标准的一个流程 去优化你的这个作业 包括保养啊点减或是维修 而且呢它有具备多重提醒通知的功能 也说呢你可以预先设定好你的条件 那我就会适时的发出这个提醒通知 让你知道或者是你的设备有什么样异常的状态 我也可以发出通知 让你不会漏接任何重要的这个讯息 那再来是我们有支援行动寻检的功能 让寻检人员呢在每个检查点 去使用它的移动设备去读取这些tag 让作业员呢可以确实的到位去做检查 好那再呢预测感知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感知器的一些布局 去实施监控机台的状态 然后可以去做到这个预测机械故障 和这个维修的需求 那我们就可以去提高设备的效率跟寿命 可以去降低意外停截的一个风险 好那再来呢我们提供一个职业可视的一个界面环境 好那我们可以把一些复杂的数据 去装员成清楚易懂的图表跟报告 好让user呢可以一目了然一看就懂 那最后呢我们融合IT跟OT的技术 那它可以整合各种一纸的设备 而且呢它支援目前主流的一些Portico 譬如说OPC Mobius等等之类的 好那我们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平台去做管理 就可以很快速去做一些不同功能的整合 好那首先呢这个作业优化部分呢 我们先以设备保养排成为例 好那这边呢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排成通知 好你可以先依据你的这个需求 去设定你的作业提醒的时间 好那么系统呢它就可以自动把你归好你的 检查的时间表好 好那你可以很轻松去制定你的保养的排成的计划 让你知道说什么时间点该做保养工作了 不要忘记甚至呢如果过检查日你没做 系统也会自动发出警告信去通知你 OK好那在实情上面呢 我们会有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 好去确保每个步骤都能够准确被执行 包括日常的作业程序啦 检查项目 卫物活动等等 好那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呢 我们还会经过二次的审核 去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 我们所定义的一个标准 好例如说你的保养工作是完成了 还是未确实的执行 或者是有异常状况 需要开立维修单去做后续的处理 好那我们的目标其实不仅仅在完成这些任务 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利用EMS这样一个系统 可以把这些日常操作 把转换成有价值的一个资讯 例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提升我们人员的培训 保养方法的改善 或是排程调整等等 好就可以去帮助我们去进一步优化 为了一个排程的规划 那么我们就希望说能够透过像PTCA 这样一个回圈 好可以去确保每个成员都可以完整 然后有效的去执行每一个任务 好那再来呢 为了能够落实我们的保养流程 好那我们有提供所谓的行动巡检管理的功能 好简单讲就是说 管理员可以在Server去设定好你的保养的维修工作 好然后系统它就会生成它的保养工单 那对于虚拣人员而言 它只要去下载今天的工单到你的平板或是手机 那你就可以去开始你的虚拣作业 好例如说拍照啊记录数据啊等等 好那我们这边主要它是透过这个NFC tag的一个方式 好主要呢因为是说它是一个unique 所以说你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 你才能够解锁去取得设备的一些检查清单 好我们就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去确保说 虚拣人员他都有准确到他该去的那个检查站 这样的话呢他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说 你可能会有故意偷懒的状况发生 好OK 好那在这个预测感知的部分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就好比我们人要维持健康 我们都会去做定理检查 好如果你有发现到什么样异常数据 我就可以开始去找医生去做诊断 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药 好免得说你可能明只是一个小感冒 好结果拖久了恶化 可能就变成癌症 这个其实就是很可怕 好那设备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好那我们怎么做呢 好首先其实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感测器 充染器的这个布局 它可以是震动啦 温度或是电流等等 好我们会去采集他的一些数据 去监控机台的运作的状态 那么我们会再把这些过往的这些经验 把它累积起来 集成到我们的专家系统的model里面去 然后透过这样一个专家系统呢 我们就可以迅速的去做分析 然后可以去建立对设备状况的一个感知的能力 好那我们除了去分析跟收集这些资料之外 我们也会把这些分析结果 转化成一个直观的一个 一个视觉化的一个资讯 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制定出 它的相应的一些保养策略 甚至说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设备的剩余的使用寿命 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说你的系统 如果预测到设备即将出现问题了 相应的维护或修理的通知 就会及时的发出 好通知人员去进行你的保养或是维修 好去避免说你的设备 突然发生死机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一个 预测感知的一个方式呢 可以去提升设备管理的一个效率 也可以去提升说我们对这个设备 健康的一个掌控能力 好那再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会透过这个专案模型 它主要提供三种不同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呢 它可以帮你的设备机台的健康状态打分数 好它可以依据ISO国际标准的规范 以及这个设备的特性 好我们会透过这个振动讯号的一些特征的萃取 好可以去评定你设备目前的健康等级 好它就会有一个指标 好就是说很直观告诉你 它是红灯还是绿灯等等之类的 好那有了这样指标之后呢 好我们就可以去预测它的一个发展趋势 好大概预估说设备的一个摄影的寿命 还有多久会出状况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赶快去制定它的一个维护计划 那以免它发生这个无预警的停机 好那最后呢就是故障诊断 好我们可以去参照说你设备的一些零组件的资讯 然后透过一些类神经网络的一个算法 好我们可以针对例如说 像主轴轴承马达这些关键的零组件 好去进行20多种的故障类型的政策 可以去做准确的判读 例如说不平衡不对心轴承损伤等等 好也就是说 我不但可以知道设备坏了 而且我也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哪一种的原因造成 那我就可以很快知道说我的维修策略 去减少维修所需要的时间 好 那再来呢我们有提供一个直觉可视的一个界面环境 好因为通常公司他所生了出来的这些原始资料 都是繁杂而且是难懂的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庞大这些资料提取出来 做有价值的一些资讯 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清楚易懂的一个图表 或是报告 可以让你很清楚看到 好例如说像这个报表这个趋势图 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出它资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 又或者说这种看板 你可以依据你的情境你的需求 去展示各种性能的指标 又或者说这种监控这个设备布局的地方时候 你可以希望说可以很实际的去反映出场域实际的一个状况 好例如说我可以在这边很快看到说 哪一条产线的哪个设备出现的问题 好那我是不是就很快的去 去指示说派人去处理说哪个地方是发生问题的 他可以赶快去做处理 好那这是比较直觉性的一个呈现 好 这个所谓IT跟OT的融合 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厂商其实都是缺什么 才买什么 例如说我今天需要EMS 我就导入EMS 明天我要扩充到MES 我再去做导入 这时候通常都会发现说 这些系统往往没有互相相融在一起 它其实都是系统的孤导 如果你要打通 往往你还得花更多时间去建立它们之间的一个桥梁 这样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导入的一个困难点 那么我们强调的是 我们系统都是基于一个统一的平台去做管理 去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透过这样一个统一平台去结合IT跟OT 你才会有一个协调性跟一致性 好 这样的话将来你要做件什么样的系统 都可以很快去做整合 好 以上就是我们EMS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特色功能 那么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功能 可以为客户的设备去达到三重的保障 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透过的资讯化 可以去落实你的每一项的保养作业 去确保说你的基台的运作 都是处于稳定的状态 再来是我们会透过数据的截取 可以去了解设备运作的风险 你就可以去提前规划说你的保养的计划 你就可以会有些防范的一些策略 避免会突然发生停机状况 再来就是我们会透过一些OE的管理 可以去更全面的了解设备的生产的节拍 运作效率等等 可以去进一步提升它的使用的效益 好 最后我用这张整体效应来recap一下 就是说我们设备的管理系统 它可以帮助客户去增进你的 你的技巧考核你的数据电子化 它可以有效降低零件的库存 设备可以去持续做优化 然后可以去进一步的发挥 你设备的一个残能 那总体而言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设备其实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它会受伤也会老化 所以一个良好的设备健康管理 它才能够有效确保它的稳定的顺畅运作 可以去进一步延绕它的寿命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有效的设备管理 其实是工厂长久运营的一个核心的基础 那么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EMS 可以提供一个最全面 最先进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可以帮助客户去实现一个很精细 更自动化的一个管理 协助他们去提升运营的效率 最终当然可以达到一个持续的 一个业务的成长 今天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对于社会管理 有初步的认识跟理解 那我的报告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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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